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朗讀的文章是 《能人大回》 作者 馮继才 大回姓回 人高馬大 手大腳大 嘴大耳朵大 人叫他大回 叫慣了大回 反倒沒人知道他的名字 大回是能人 專攻垂钓 手里一根竹竿子 就是釣魚竿 一個是針敲成的勾 就是魚勾 一根那鞋底子用的 上了蠟的細線繩 就是魚線 還有一片鴿子的羽毛 拴在線繩上 就是魚飄 只憑這幾樣 再普通不過的東西 他蹲在坑邊 頂多七天 能把坑里的魚釣光了 這魚秧子也逃不掉 甭管水里的魚多雜 他想要哪種魚 有鑽上哪種魚 他還能釣完公魚 釣母魚 一對對往上釣 他釣的大魚 比他還沉 釣的小魚 比魚鉤還小 人說 釣魚平的是運氣 它平的全是能耐 釣幾魚用的紅蟲子 又小又細 好曬線頭 而且只有一層薄皮 里邊一兜血紅的水 要想把魚鉤穿進去 那可不易 弄不好 魚鉤一斜 一股洪水出來 單剩下一層皮了 可人家大回 把紅蟲子全放在嘴里 在腮幫子那里存著 用的時候 手指捏著魚鉤 張開嘴 把鉤往里邊一掛 保管把那小紅蟲 漂漂亮亮的 穿在魚鉤上 就這手活 誰會 他無論釣什麼 都有絕法 比方釣王八 釣魚時勾到王八 都是肝彎 線不動 很容易疑惑 是勾上了水下邊的石頭 心里急 一使勁線斷了 大回不急 穩穩繃住 停了會兒 見線一走 認準那是王八在爬 就更不急著提杆 尤其大王八 被魚鉤勾住之後 便用兩隻錢爪子 抓住水草 假若用力提杆 杆不折線斷 每到這時候 大回便從腰間摸出一個銅環 從魚干的底座套進去 穿過魚干一松手 銅環便順著魚線溜下去 水底下的王八 正吃著勁兒 忽見一個正亮的東西 朝自己的腦袋飛來 不知是麻 仰起錢爪子一擋 這便鬆開下面的草 嘿 就是把它舒舒服服的提上來 這招法 還在哪見過 天津為人過年有個風俗 便是放生 就是把一條活鯉魚放到河裡去 餵的是行善 求好報 放魚時 要在魚的背脊上 拴一根紅繩做個記號 倘若第二年把這魚打上來 就再拴一根紅繩 第三年照樣還拴一根 據說 這種背上拴著三根紅繩的鯉魚 放到河裡可以跳龍門 一切人間的俘虜受財 就全招來了 可是鯉魚到處有 拴紅繩的卻無處弄到 魚要是給魚勾勾過一次 就變得又靈又賊 拴一根紅繩的鯉魚 在魚室偶爾還能看見一次 拴兩根紅繩的看不見 拴三根紅繩的 連撒網打魚的也沒瞧見過 你想花大錢買 他會笑著說 你有本事把河淘乾了 我就有本事把它弄上來 怎麼辦 找大回 天津為八大家 都是一進蠟運 就跟大回定這種 三根紅繩的鯉魚了 大回站在河邊 看好魚道 魚道就是魚在水里長走的路 大回有雙神眼 能一眼看到水里 他瞧准鯉魚長呆的地界 把一個面團扔下去 這面團比例子大 小魚吃不進嘴 大魚一口一個 但這面團裡絕不下鉤 純粹是扔到河裡餵魚 一天扔一個 開頭 那賊呼呼的大魚冒著危險試著吃 一吃沒事 第二天再來一個 胆便漸漸大起來 最後 建了面團 張嘴就吞 半個月二十天後 大回心想差不多了 用魚勾 勾個面團扔下去 錯不了 一條拴紅繩的大鯉魚 就結結結實實繃住了 可是這法子 最多只能釣到 拴兩根紅繩的鯉魚 三根紅繩的鯉魚 絕不上鉤 這三根繩的鯉魚 已經給釣到三次 就是吃食 也不敢再吃麵團了 是罵法子呢 就用小孩子爸爸做魚食 大回不是把魚琢磨透了 南門外那些水坑 哪個坑里有鯉魚 哪個坑里的魚的大小 哪個坑里的魚有多少條 他心里全一清二楚 他能把坑里的魚全釣絕了 但他也絕不把任何一個坑里的魚釣絕了 釣絕了他玩馬 过而小魚不釣 等他長大 母魚不釣 等他產子 遠近釣者都稱他魚絕厚 这可不是罵他 是夸他 這外號並不好 民國三年 夏至後轉一天 大回釣一天魚 人困力乏 多半輩子 整天站在坑邊河邊 風吹日曬 身子里的油耗得差不多了 他在古樓北的聚合城飯莊 吃飽肚子 喝足酒 提著一搂子魚 搖搖晃晃回家 走不動就靠墙睡会兒 他家在北城根 這一段路可不近 他走走停停直到午夜 迷迷糊糊就趴在大街上了 這時街上走過一輛拉東西的馬車 趕車人在車上睡著了 但就是醒著也瞧不見他 凑巧這段路的幾盞街燈給風吹滅了 這真是該活死不了 該死活不了 馬車從他身上壓過去時 車夫那老傢伙睡得太死 居然沒覺出來 轉天天亮才叫人發現 大回給車壓成一個片了 跟張紙曬的貼在地面上 奇怪的是 人壓扁了 魚篓子卻沒壓著 里邊的魚還都活著 等巡警一追查 更奇怪的是 那車上拉的東西 竟然是一車魚 這是叫人聽了一愣一驚 脖子後面冒出涼氣來 有人說 這車壞就壞在 他那個外號上 魚絕後 就是叫魚把他絕後了 但也有人說 這是上天的報應 他一輩子釣的魚實在太多了 龍王爷叫他去以命抵命 可事情傳到東城里的 文人裴文錦裴武爺那里 人家念書的人說的話 就另一個味了 人家說 能人全都死在能耐上